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承认它污染越南中部的海洋 他说以后不再发生 在9月份民众检举台所把废物提到地下人物埋 越南政府现在已经检验出来说 在里面这个废物有毒害的 所以目前在越南中部还有多少地方台所偷偷地把它埋葬 我们现在不小时 所以我们今天越南朋友在这里 跟其他的保护环境的有个责任告诉全世界和台所 你们对这个社会你们做赚钱的 那我们必要有责任 这个是越南上个礼拜天 一万个人走路到处全世界 如果他没有责任的话 现在请他牵掌 那所以呢我们现在在这里 跟台所说如果不做到 你们要把你们的工厂放掉 离开我们越南的环境 6月17号台塑股东大会林建南董事长 当场跟股东答应说台塑会做调查 如果有调查报告的话会公开 到现在为止没有听到任何一句话 没有看到任何一页的资料 所以我们今天会来到台塑大门口 直接跟台塑要资料 因为这个调查报告 如果台塑认为他自己有委屈 他更应该公布这个调查报告 对污染有责任的话 台塑也必须要出面认错 甚至要诚实地面对这个错误 而且必须要提出 未来是如何对这样这方面的污染事件 能够进行防治 我们叫做FORMOSA 发布它的研究报告 和承识到整个清晰的环境 以证明它的社会社会责任 FORMOSA社会能够对自己的错误 保证到台湾的形象 并不坏坏坏坏坏 台湾人们都在做很多好努力 而且是重要让所有人都认为这些财务 尤其是新政府承识到南部的政策 台湾人们都必须证明 获得有所谓的财务 Dach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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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iforMod kaio 爬入主义的关系 很多跨国企业对人权的侵害恐怕是比国家对人权的侵害还要更为严重的 台座的死于世界我们注意到的不是只有环境的问题 包括在当地其实汇南政府为了要让台座成这个场 他破迁了许多人民然后征收了3300公顷的土地 让台座用每一年每公顷只需要花750元的价格 就可以来使用这些土地 被破迁的人完全没有受到任何的赔偿或者是安置的措施 那这些问题是不是也都应该要公布出来 去告诉我们说到底这些问题这些人权侵害的问题应该要如何处理 这才是一个企业应该要负起的一个企业责任 台座跟越南政府却打算用武艺的这样的一个赔钱的方式来解决这样的一个事情 问题是这些钱真的会进入到这些受害者的手里吗 越南政府或台座会怎么样把这些钱做运用 不管是台座或是越南政府都应该要说明清楚 我国的政府也应该要督促我们的企业 今天你要推动所谓的新南向政策 不应该是用这样的一种侵害人权的方式去进入到其他的国家 去侵害他们的人权来去帮我们的企业赚钱 国经济部核准之后 台座合金的钢铁厂在越南当地出了这么大的一个问题 严重损害了我们国家的形象 台座赔了5亿美金 真相不明也严重损害了投资台塑企业的投资人的权利 但是我们发现我们国家的法令 经济部却没有任何可以事后监督或者是撤销核准的这个机制 台湾投资人的权利而在 台湾的国际形象又该怎么办 我们呼吁经济部 这时候 拿出你们的力量 拿出你们的决心 修改公司 国外投资的相关办法 建立事后监督跟撤销核准的机制 并且依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 对台塑企业行使检查权 取得应该要取得的调查报告 还给越南人民 还有台湾的投资人 一个真相